好 继续我们就带您看了 本来大家对于台湾的经济前景是非常看好的 当全世界大家在疫情 COVID-19要非常严重的同时 我们台湾可以说是非常努力的撑起了我们的经济 那其中内需经济又是撑起整体台湾经济成长率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但是我们来看 本来主计总处发布预测说 2022年台湾的民间消费成长率可以有5.1% 但是现在看起来实际数字根本不如预期 第一季看到了民间的消费成长率只有0.23% 这个是不是连零头都差一点没有到 那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当然就是因为近来的疫情又重新的又开始了 于是本土疫情现在大爆发 那导致内需也缩手 那整个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就不如预期了 我们来看央行总裁说 今年可能经济成长率是4 但是国际间没有看那么好 像是我们看国际货币基金说 台湾他们下收到只有3.2%的经济成长率 那甚至IMF的数字 还有国内的财经学者说那也太乐观 他们认为大概只剩下二字头 那怎么办呢 现在经济成长如果不如预期的话 那接下来看到连准会持续升息 我们到底跟不跟 那现在有中央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教授 叫吴大任 这位教授他就说了 他说我们的央行不能够再跟着升息了 如果再升息的话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那这个经济负担重了呀 支出多了 当然就会更排挤到其他消费 所以他认为内需市场将会提前到第二季就开始下滑 于是呢就看到了到底疫情是如何冲击到内需的消费市场呢 那你快来看 可爱涂鸦填满床头墙面 简易置物桌 特色装饰品通通都有 还有电视能够随选随看 面对确诊人数持续飙升 饭店冲刺住房率 不惜砸重本 贫业基 业者拼促销抢客 像是天成饭店 台北市三个管别寄出周租专案 每晚最低一千两百元就能入住 另外合议 沐萱饭店也推安心住房专案 每晚不到两千元 五星饭店的精华也杀到三千有找 因为疫情大爆发 内需消费市场第一季只有百分之零点二的成长 低于原先预期 还有不少专家悲观表示 今年GDP可能陷入保三防卫战 本来认为说今年大概就是说 因为在去年基期相对比较低之下 那民间消费呢 可以成为一座 一座这个辅助的引擎 但是现在看起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这民间消费 民间消费复苏有压力 五月的服务业最多也衰退九成 加上通膨加剧 央行最新预期今年CPI将高于百分之二 恐怕都将让内需市场重演去年三级警戒的重灾风暴 三级警戒 李孟山台北报道